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飞在天空上 说明你良心很好 帮了很多人 但是你要注意 你年纪这么小 你的妇科不好 对 所以你呢 自己小的时候呢 我跟你讲 营养有点不良 对 现在呢 第一要补充一点 维他命C 还有维他命E 所以你要记住 你的眼睛以后会越来越不好 对 还有 要注意了 自己呢 脚要保暖 明白吗 明白 晚上经常不保暖 脚都是凉的 对 其他我看一下啊 你这个狗呢 颜色偏白 但是稍微有一点点声色 没有什么大问题 耳朵都蛮好的 它两个狗耳朵特别大 你的耳朵挺好的 听得懂吗 谢谢 对 对 这个也对 你看到狗耳朵了 没有 小姑娘 你现在还没结婚 对不对啊 结婚了 结婚了 结婚你跟你老公少讲话 还好吧 你要跟他吵架的 听得懂吗 吵得很厉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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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吗 多念姐节奏 好吧 你很厉害的 你不讲话 他就非常难过了 明白了吗 你只要不讲话 你也用不着骂他 他就非常难过 明白了吗 明白 他就想方舍法跟你讲话 你很厉害的 师父好像是我要跟他讲话 你要跟他讲话 你的气场很厉害 听得懂吗 所以你念经的嘴巴不要随便骂他 尤其心里不要骂他 他会受伤的 他没用 他就嘴硬了 师父 我的小房子还需要多少张 小房子啊 对 小房子再给他念吧 先暂时给他念 三十二张 好吗 给我的药金子吗 师父 我想说 因为我在几个月前流产了 想问下我的孩子超度了吗 师父 我想问一下 可以问问一下我的公公吗 他刚刚在三年前往生了 然后师父三年前跟他 师父三年前跟他看过图他很准 他在去年往生了 就是说我在三年前说他要走的 我当时给他看过图腾说他要走的 结果走了三年 去年往生了 我每一次都讲 我上次讲了一个人两个月走掉 我说这个人八个月还能活 这个八个月走掉 还讲了一个两年的 两年走掉 你看看 他去年往生了 那他为什么不听我话啦 他念经吗啦 之前 之前师父有看过图腾说他在阿修罗道 可是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 因为家人都一直有念小房子在超度他 叫什么名字啊 廖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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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到天界了 感恩菩萨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谢谢台长 好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